那倒也不至于 团队里有老若妇孺本身就是一张无害的名片 对我们热情一些也正常 街上急 开饭了 有人远远地招呼我们 早饭是刀切馒头 米汤和榨菜 不愧是在超市中驻扎的人类 各是左舟小菜应有尽有 还有我最喜欢的酸豆角 席间 张一帆从另一个视角 向我们讲述了这场病毒的爆发过程 每到来一个幸存者 他就将始末重新讲过一遍 我们听到的已经是第十一遍了 第一年11月19日 C市封锁的第三天 在政府颁布全区域封锁令后 地步战区紧急抽掉陆军5万人 从海西市北上支援C市的防疫任务 C市剩余的警备力量也都参与其中 据为公开的数据显示 此次病毒呈现出多点爆发 由中心向郊区辐射的特性 且感染患者有明显的暴力倾向 截止军队入城之前 C市除了下辖的长民岛之外 其余15个区均有病例出现 市区感染者更是占据感染总人数的8成以上 因此大部分兵力都被派往中心8大城区 负责对感染小区进行戒严 剩下约16000人被派去环线以外的8个城区 张一帆就是其中一员 他所属的集团军在巨区驻扎了两个团的士兵 所有士兵化整为零 以班级形式参与治安维护和物资运输 病毒全面爆发后 他们被要求原地待命 但仅过了三天 军队内部也开始出现大批感染者 张一帆所在的班有8人感染了病毒 其余因为反应不及被丧失化的战友咬死 12个人只剩张一帆一人存活 然后呢 安安忍不住追问 然后我就和上级失联了 他从回忆中缓过神来 指挥部设在市政府 那边的情况估计很坏 如此看来 病毒出现过两次爆发的峰值 一次是在封锁的第7天 还有一次是在第10天 我一边踢一边默默梳理着细节 等等 不对 第二次也在第7天 是在军队进城的第7天 这个结论让我吓了一跳 难道所有进入C市的人 都会在7天后感染变异吗 病毒怎么可能按照地界划分呢 况且按照张一帆的说法 他们的饮食用水 都由军队统一攻击 入城后也都时刻穿着防护服 他们又是如何被感染的呢 我一定还漏掉了些什么 这个故事将所有人的思绪 又拽回4个月以前 餐桌上有些沉默 吃完饭 我们起身辞行 关于主食的问题 我们已经同张一帆交涉过了 他给了我们两个选择 要么一起参与劳动 要么我们给出价值相同的食品 这个条件并不过分 所以我们准备回家 取点蔬菜种子作为交换 张一帆让沈浩送我们下楼 同行的还有那个寸头青年 我记得他叫赵衡 他俩的关系似乎很好 刚刚出来迎接的也是他们 真的不留下来吗 赵衡沿着楼梯往下走 这里可是超市 你们居然不心动 心动心动 我顺着他的话说 说不定下次见面 我们就搬过来了 这是在给我们画饼呢 沈浩也笑了 不过好不容易来一趟 张队可专门交代了 不能让你们空手回去 我们从消防通道下到一楼 因为落地玻璃全碎了 从街上进入超市倒是很方便 不能直接从楼梯进来吗 安安问 不行 楼道的消防门全都从内部上锁了 赵衡解释道 张队说超市和消防通道 尽量不要串联 免得丧失入侵进来 我环视了一圈 虽然很多物资都被搬上天台 但剩下的东西也不少 咖啡的货架在哪个位置呢 副队 楼下的玻璃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边找一边和沈浩搭话 你喊我名字就好了 这么叫我都有点不习惯 沈浩有些不好意思 这本来是队长的主意 只不过后来出了点意外 原来 张一帆之前试图将所有的丧失挡在门外 但是这种做法却激怒了失群 他们冲进商场 还差点冲破三楼 用货架搭建的路障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挑衅他们 阻止他们的刻板行为 当着他们面杀掉同伴以及过分的喧闹 都会造成失群的暴动 对了 他一拍脑袋 你在这里等着 我给你拿点好东西 沈浩刚走 身后的货架突然传出一阵动静 绕过去一看 原来是陈林 你在搜物资吗 不然呢 他不看我 等着别人给我拿好东西吗 这家伙居然偷听 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你们说话的声音太大了 七 我不理他 在附近闲逛起来 货架尽头就是一扇消防门 这就是沈浩说的通道吗 门锁就在商场内侧 我走过去 尝试着拧动锁栓 咔哒一声 门竟然打开了 外面就是我们刚刚下来的楼道 我赶紧把门关上 心里生起新的故路 这扇门能挡住丧尸 却不能挡住人类 因为任何一个进入商场的外来者 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来到通道内部 所以人还得要由人自己来防范 顾老财是负责超市警戒的核心人物 刚想到这里 一声尖锐的哨响就从顶楼传来 安安离得不远 听到哨声的同时 他就朝我们靠吻过来 又出现新的幸存者了吗 与此同时 第二声响起 虽然不明白哨声的具体含义 但这显然是更高级别的警告 紧接着又是第三声 第一 我隐约听到一阵交谈 似乎有人正从一楼的扶梯上来 快走 沈浩和赵衡从超市另一头飞奔而来 是敌对人类要有大麻烦了 他说着打开消防门 带着我们快速退出商场 顶楼气氛凝重 我们上来后 铁门立刻被重新锁死 张一帆拨开人群走过来 一共两辆车八个人 全都装备了步枪 他的脸色铁青 估计是从军队的尸体上发下来的 整个天台就只有一个出入口吗 我打亮着面前的铁门 悄悄问沈浩 不是 商场的扶梯也可以通往天台 他带着我往里走 我这才知道 除了消防通道以外 天台还有个后门 沈浩揭开钉在墙上的塑料布 这里竟藏着一扇连通商场的玻璃门 门内空间不大 靠着墙壁整整齐齐的堆放着桶装饮用水 而扶梯就在几步之外 我顿时觉得全身冰凉 这玻璃估计连斧头都扛不住 更不要说子弹了 沈浩见我脸色发白急忙解释道 没事的 除了货架路障 我们还有别的防御工事 这层扶梯已经被队长破坏了 中间完全断层 他们不可能 话没说完 一缩子弹就擦着我的脸颊飞过 顿时尖叫声四起 人群乱成了一锅粥 混乱中有人扯了我一把 我转过头 不老一瘸一拐地推着我们往人群里走 不要命了 还不往后站 我被拽得亮亮呛呛 差点撞到一个人怀里 怎么这种时候还在乱跑 陈琳看上去很生气 好了 先不说这些 安安拦住他 怎么样 还有没有哪里受伤 我摇摇头 伸手去摸脸颊上的伤口 只是擦破了一点皮 所有人都聚集在天台最远端的角落 钢化玻璃虽然碎了 却仍藕断丝连地粘合在一起 没有爆裂开来 略文让我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沈浩似乎也没有受伤 他嘴唇发白地报告道 张队 他们好像有梯子 张一帆没有说话 只是用枪口对准前方 陈琳微微侧过身 将我和安安挡在身后 此刻 玻璃门正被缓缓推开 这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八人小队 走在最后的人身上 竟也穿着军装 张一帆立即调转枪头指向他 气氛好像有点紧张了 这个男人完全无视了 正对自己的枪管 有些抱歉的笑笑 是我们太个礼貌了吗 黄月 他一脚踹在身旁持乡男子的腰上 也来道歉 他长得又高又瘦 身材也十分单薄 但这一脚却直接让那个名叫黄月的男子 跪倒在地上 对 对不起 张一帆没有理会地上的黄月 目光一刻不离地盯着面前 这个形式乖张的男人 你不是军人 我什么时候说自己是了 他整理着军装的领口 从死人身上扒件衣服 不行吗 你也配 张一帆冷冷吐出几个字 不要这么剑把弩张吗 他脸上笑意不减 我是来谈合作的 陆长风 他伸出手 张一帆不为所动 看着那只停在半空的右手 我心里捏了一把汗 僵持不下之际 沈浩上前一步握住了那只手 你好 他是我们的队长 张一帆 我是 话说到一半 他却突然停住 倒退两步后 沈浩双腿一软 净抽搐着倒在血泊里 只见一把短刀赫然插在他的胸口 刀刃深深没进胸膛之中 人群又爆发出一阵惊叫 刚刚还在和我说话的活人 转眼就成了一具尸体 我感到身体再控制不住的颤抖 陆长风 这人根本就是个疯子